这次访美,我同美方就中美关系和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广泛深入地交换了意见 会谈是坦诚的、建设性的 当前中美关系正处在止跌、维稳的关键阶段 洛世豪两个元首去年11月在旧金山达成的重要共识 进一步稳定发展中美关系 这符合中美双方的利益 也是国际社会普遍的期待 中方将继续贯彻习近平主席所提出的 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三原则 以此来处理中美关系 美方也应该相向而行 把拜登总统所做出的承诺落到实处 我明确地告诉美方 中国致力于稳定发展中美关系 同时我们坚定地维护 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